寵物小精靈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是不應該修復他們的 不是啊 我沒有修復他們 她是我的老婆 老公 她是誰來的 欸... 人類什麼時候會變成這樣 我不想再生存下去了 喂...你喝不喝東西啊 大家好 這裡有Epic Crimson在這裡解說Pokemon GO 今天就在這裡介紹我的老婆 哎呀...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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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沙奈朵 我跟她的關係就是訓練員和精靈那麼單純 但是沙奈朵的圖鑑描述真的蠻浪漫的 據說在使用預知未來的能力 察覺到訓練家有危險的時候 就會使出最強的精神能量 拼命保護訓練家 那就看看沙奈朵有多強 沙奈朵在現時遊戲 是屬於最強的仙子屬性 那她的仙子屬性有什麼用途呢 由這個屬性講起 沙奈朵屬於超能仙子屬性 視乎她的技能 她可以專門對付格鬥、毒、龍、暗屬性 在抗性方面 她只怕降、毒、幽靈系 而她對於超能力有單倍抗性 而對於龍和格鬥有雙重抗性 本身超能對於蟲和暗的弱點 就被仙子中和了 而超能屬性也可以照顧到 仙子屬性、毒屬性的弱點 綜合起來 超能、仙子屬性是相當不錯的配搭 再且 一般玩家擁有的強力降、毒、幽靈精靈都比較少 沙奈朵對於常用的格鬥是龍屬性和暗屬性 是有屬性優勢 對於不是太懂得根據屬性而調整部隊的人是一個威脅 當然啦 如果你懂得用超夢夢、巨金怪、耿鬼或是BOSS可多拉去打她 她的威脅也不算太大 說到這裡 沙奈朵的威脅力有多大呢 先看看數據 攻擊力237 防禦力220 HP136 簡單來說 攻擊上等、防禦頂尖 HP平均以下 整體來說 她的耐力也算是接近中上水平 看來沙奈朵真的有保護她的伴侶 我是說訓練員的能力 我們再看看技能 最佳技能就是這個念力加魔法閃耀 但是呢 有時候她對於超能有抗性的精靈 例如說班吉拉、拉底兄妹等等 其實使用充電光速作為第一技能才會是最好的技能 再且 充電光速、儲氣速度十分快 亦可以方便到躲避 待會我會有兩種技能的比較片段 而特殊技能方面 論攻擊一定要用魔法閃耀 在懂得用魔法閃耀的精靈當中 沙奈朵是擁有最高的攻擊力 是不能輸的 而精神強念真的沒眼看 第一,她不是超能系最強的大技 第二,比沙奈朵更好的超能系有大把 而暗影球在攻擊方面是絕對的冷技 但一到防禦和PVP 暗影球是一個理想的配招 為什麼呢? 記不記得我剛才說過 如果你懂得用超夢夢、巨金怪、耿鬼、波士可多拉去打她 其實威脅也不算太大 我說的這四隻東西 其中有三隻東西都已經是驚鬼屬性 而這三隻東西也是最快速解決沙奈朵的精靈 現在只剩下最慢的波士可多拉 所以如果你懂得玩屬性 對付暗影球反而會被魔法閃耀麻煩 而不會屬性打的朋友 兩種技能分別都不大 但無論是哪類型的玩家 如果你不玩閃秘的話 沙奈朵是絕對不容易對付 在深入探討沙奈朵的實力之前 我們先看看究竟是充電光速還是念力好用呢 我們馬上看看實測 沙奈朵是36.5L96IV 而對方是意念頭鎚加魔法閃耀的2800多CP幸福彈 打法是閃避所有大技 我們開始 0.0 0.0 1 1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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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